在兰州极地海洋世界的舞台上 海狮在女训养师余雅丽的指引下 托马斯 单手跳 倒立行走 弹杠支撑等招数层出不穷 台下惊叹声和掌声此起彼伏 日前 余雅丽在其海洋馆向记者表示 对于海洋动物 她有种特殊的情怀 认为相比复杂的社会交流 动物更好相处 因为当你用心对待它们时 它们也会真心对待你 就跟家人一样 我觉得 因为它从开始吃奶到现在 每天都陪着它给它喂那些鱼肉呀虾肉呀那些的 我从视窗路过的时候 它会立马跑过来 看着我们都特别高兴 立马跑到门口去等待我们去喂食 不懂 刚开始不懂训养 都是慢慢慢慢从被咬开始 慢慢到现在 它特别听话 余雅丽教会海洋动物表演 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投入大量感情 只有成为亲密无间的家人 才能达到相互理解的境界 她表示 想要让这些海洋动物做出你想要的动作 先得想尽办法吸引到它 同时还得替这些挑食的小家伙制作专属美食 暖住它们的胃 大壮大量感情 大壮 派瑞 丁丁 小胖 海洋管理每一种动物 余雅丽都记得名字 她认为海洋动物虽然不会人类语言 但可通过肢体动作 与民众进行交流 也希望更多人去爱护他们 也希望更多人去爱护他们